就在今天,索尼PlayStation中国官宣了新版PS5的发布时间和售价 新版机型是CFI2000型,目前老版机型CFI1200型 新版的价格光驱版3599,数字版2999 发布时间是12月1号 数字版配的那个光驱是759 那个豪华支架是229,都是人民币 那么新款老款该怎么买呢? 目前老款的价格,官方价格是4299 这么一看,Slim版价格更低 而且有一个T的硬盘,比老版要大一些 但是目前PS5的老款 索尼PlayStation官方优惠价2999 从2023年的10月24号到11月11号 会卖这个价格,而且是光驱版的2999 那么数字版呢? 目前某多多百亿补贴的价格是2200块钱 这么来看新版价格瞬间不香了 但是明年2024年又会呈现另一番景象 因为那个时候老款的PS5 像这种1100,1200的机型 没了,停产了 卖一个少一个,只有新款 好,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欢迎写到评论区